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上听书 祝大家听书愉快 第八章 鼓励教育和治疗 阿德勒认为 教育虽然需要父母与老师的协作 但从根本上来说 对教师的影响 以及由此带来的教师自身的变化 是教育孩子的必要条件 教师的责任及阿德勒基于教师的希望非常大 他甚至说 教师塑造孩子的心灵 人类的未来就掌握在教师手中 总的来说 阿德勒对于父母的要求很高 教师往往会在学校 接受一些受到父母错误家庭教育影响的孩子 阿德勒认为 家庭教育的失误要尽量由学校来弥补 为此 就需要为那些一直对孩子施以错误教育的父母 开展父母教育 但是 也必须严格地对教师进行相关资质的考察 这一点无论是在今天还是阿德勒时代都是一样的 本章不对教师和父母加以区分 总体考察一下与孩子打交道时的主义事项 育儿和教育方针 阿德勒在治疗有问题行为的孩子时 会试图弄清楚就诊孩子的生活方式的失误之处 人是无法分割的整体 例如 我们根本不能将犯罪从那个孩子的其他行为中隔离开去 必须观察其根本的生活方式 还必须注意一点 并不是展露出来的生活方式驱动人 而是人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并去使用它 一旦搞清楚这一点 孩子就会明白并不一定非要采取那种行为 同时 大人通过置身于孩子的立场 就能够与孩子产生共同体感觉 直到倘若在那样的状况下 依照与孩子相同的错误的生活方式 自己也可能会做出一样的行为 如果父母能够产生共同体感觉 就不会再去胡乱地批判或责备孩子了 从孩子的角度来看 或许也会觉得自己获得了接纳和理解 此外 如果明白了孩子的行为目的 也就能够共同探求更加有效地达成手段 或许还能探讨其行为目的本身 是否可以有所改善 该如何面对父母呢 即使责怪父母过去的教育也无济于事 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要依据一个前提 那就是孩子所展示出的不良性格特征 并不能全部归咎于父母 父母毕竟不是高明的教育家 因此即便去责怪父母过去的教育也于事无补 而且对孩子的治疗缺少不了父母的协作 因此首先要努力获得父母的信赖 阿德勒认为教育孩子时应该怎么做呢 通过下面的引文可以明白其观点 弄明白孩子的教育是严格型还是浇灌型也非常重要 个体心理学者认为 教育孩子时既不应该太过于严格 也不应该过于浇灌 需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理解孩子 尽量避免错误的教育方式 还要时常鼓励孩子 以便其在面对问题时能够独立解决 并培养起共同体感觉 总是唠唠叨叨教训孩子的父母会害了孩子 因为这会大大削弱孩子的勇气 另一方面 浇灌教育则会助长孩子的依赖态度与孤僻倾向 父母应该尽量避免极端化地跟孩子谈论世界 既不要将世界说得太过理想化 也不要用悲观性的语言去描述世界 父母的课题就是引导孩子 尽可能地为人生做好准备 以便他们能够独立完成自己的事情 没有被教导过要直面困难的孩子 也许就会试图避开所有困难 这将大大缩小孩子的活动范围 不批评 首先 阿德勒否定了惩罚教育 阿德勒详细说明了 那种为了激起斗志不足的孩子 沉睡的野心 而严苛管教的做法的弊端与危害 倘若孩子缺乏勇气的话 这种方法只会挫伤孩子的勇气 此外 教师也往往会为这样的孩子打低分 这会导致孩子不仅仅会被老师惩罚 还会在家里受到父母的惩罚 进而令事态愈加恶化 一旦受到惩罚 孩子就会强烈感觉 学校没有自己的位置 找不到归属感 能够感到有自己的位置 也就是归属感 是人的基本欲求 并且绝对不能相信那种 通过让孩子蒙羞或丢脸 能改善其行为之类的说法 阿德勒否定惩罚的思想 也涉及了对罪犯的处罚 一旦惩罚罪犯 就会进一步增强 其与世界的敌对性 导致其拒绝协作 罪犯想要躲过警察 即使被抓住 也只会认为是自己倒霉 后悔没有将犯罪行为 干得更巧妙一些 即便不是像罪犯 这么极端的例子 道理也是一样的 虽然事情并不是 只要不被发现 就万事大吉 可是一旦将惩罚用于教育 孩子可能就会这么想 使用惩罚的权威主义教育 会疏远大人与孩子的关系 大人需要帮助孩子 但是倘若大人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好 就无法去帮助孩子 不浇灌 另一方面 阿德勒也否定了浇灌教育 正如前文已经看到的那样 阿德勒说 固执自我 是个体心理学的主要批判点 浇灌会助长孩子的自我中心性 依赖态度 以及孤僻倾向 这一点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明确阐述过了 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 如果不是格外注意的话 父母往往会让孩子陷入竞争 时常处于竞争状态的孩子 很多会成为只知关心自己的利己主义者 而这种利己主义 正是阿德勒倡导的协作之反义词 并且 利己主义者总是关心自己 是不懂共同体感觉的 以自我为本位的人 是同伴的反对者 有的孩子只知关心自己 认为外界充满困难与敌对性 他们长期以来也一直被教导 要只考虑自己 这样的孩子并不想努力保持 自己的人生 与身边人的人生之间的和谐 他们由于太过在意自己 而无法考虑他人 阿德勒认为 这类孩子的问题在于自我中心性 在这个社会 并非只有自己一个人 还有同伴 如何认可这种同伴的存在 是阿德勒思考的根本问题 共同体感觉最大的含义 是对他人的关心 对人际关系的关注 阿德勒说 这种共同体感觉 是个体正常成长的重要决定性要素 也可以说是孩子是否正常的标志 像这样 知道关心他人 懂得协作 也就是具有共同体感觉 阿德勒称之为 整体的一部分 并且 阿德勒还说明了 以利于人类普遍性的 善知方式行事 为目标训练孩子的重要性 保持平等 当阿德勒说 教育孩子既不能训斥 也不能浇灌的时候 也展示出了 其关于人际关系结构的独特看法 这在今天依然实用 或者也可以说 阿德勒提出的理想 在今天仍未能实现 由于无法继续在维也纳待下去的阿德勒 转向了新天地美国 阿德勒的思想 进一步开花结果 在美国 阿德勒看到了这样的事情 已经没有学校再要求孩子们 必须双手交叉 放在膝盖上 安静地坐着 一动不动了 当阿德勒对照自身在维也纳 所受的古板教育经历时 在美国看到的这种情景 肯定对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显然 传统的教育方法 或许已经不再适用于这样的孩子 孩子不会再仅仅因为老师这一身份 便去尊敬老师 这是教育的堕落吗 阿德勒并不这么认为 阿德勒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便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如果想要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那就必须互相平等以待 阿德勒在去美国之前 便认为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 如果基于平等关系去看待 尊重并真心信赖孩子 那就没有必要用权威去压制孩子了 阿德勒的孩子 亚历山德拉和库尔特 也证明说 自己的父亲从未惩罚过孩子 不表扬 表扬是阿德勒否定的浇灌教育 随后我们会在其他文章中 探讨期待被赞赏 或被他人认可这个问题 这里首先从人际关系的角度 论述一下表扬的无效性 某日 咨询室来了一位带着三岁女儿 一起前来的咨询者 咨询者说 那天他没有找到 能够帮忙看管孩子的人 当然 我这边没有任何问题 于是便准备了孩子坐的小凳子 看着孩子的儿童背包里 装有母亲准备的糖果 玩具 布偶之类的东西 就知道 母亲认为咨询期间 孩子无法保持安静 可是 跟母亲的预想相反 那个孩子能够安静地等待 因为三岁的孩子 完全能够理解自己所处的状况 所以 对此我并没有感到意外 咨询结束的时候 母亲对孩子说 你可真棒啊 能一直耐心地等待 我想 很多父母都会很自然地这么说 还有一次 有一位男士来进行心理咨询 咨询结束时 一问才知道 那个人是让妻子开车送自己来的 于是呢 我便建议他下次来咨询时 让妻子也一起过来 一个小时的心理咨询之后 丈夫究竟对一直等待自己的妻子 说了什么呢 很显然 他并不会对妻子 说向前面的那位母亲 对孩子说的话 假如听到丈夫对自己说 你可真棒 能一直耐心地等待之类的话 但凡是具有正常语言感觉的人 或许都会认为 对方是在小瞧自己吧 大人之间不会使用这样的对话方式 但却会这么去表扬孩子 这种差别不是说错话的问题 并非是不小心说出了那样的话 而是跟人际关系构造有关 也就是说 当认为对方不如自己的时候 才会说出 你真了不起啊 之类的表扬语 我认为表扬是有能力者 对没能力者 所做出的自上而下式的评价语言 其前提应该是 有上下高低之分的人际关系 如果有人怀疑孩子的能力 或者认为孩子低于大人 希望其能够想到 阿德勒早在19世纪20年代 便已经论述的 大人与孩子之间的平等关系 即便是孩子 也不喜欢在人际关系中被人看低 仅仅因为是孩子 便被小乔的年代 应该已经结束了 记得我的一个学生曾经说 他非常反感 每当与父母发生争执 便会被不容分说地训斥 你明明还只是个孩子 男女关系 已经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了 因此 我认为今天应该不会有人 公然说男尊女卑之类的话了 但在意识层面上 似乎依然还有很多人 认为男性的地位高 关于婚姻 阿德勒支持 亦夫亦妻之 在这一点上 他曾被认为保守 但是 读一读阿德勒下面的话 或许就能够理解其先驱性了 也就是 爱和婚姻的问题 唯有基于完全平等之时 才能够得以解决 如果以平等精神去应对 就能够妥当处理 婚姻这一课题 结婚之后 倘若一方想要征服对方 那或许会导致致命性的结果 此外 婚姻中一方如果总是想着 去教育批判对方 也会造成问题 有的人会说 经济上又没有什么不宽裕之处 哪里来的不满呢 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 但让这样的人明白这一点 并不简单 明明每周都带齐出去玩 也许对于那个人成长的家庭来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当成长于不同家庭的两个人 组建新家庭的时候 对自己来说理所当然的情况 并不通用 表扬还存在下面这样的问题 前面已经看到 关于有野心的孩子 阿德勒认为 那样的孩子离开他人的赞赏 就没法活 因此他们往往容易 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 以获得赞赏为目标的孩子 无法取得预想成绩时 就会出问题 一直被认为前途有望的孩子 往往会认为 自己无法满足他人的期待 孩子对于被期待这件事 起初并不会在意 甚至还有可能会以此为傲 但慢慢就会开始担心 也许自己无法做到 满足外界的期待 只要是被支持 被表扬着 孩子就能够朝前行进 一旦被忽视时 孩子面对课题 就会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 或者干脆停滞不前 希望孩子能够做到 即便不被表扬 也去致力于自己的课题 这并不仅仅是孩子的事情 希望大人能够帮助孩子 让其即便长大之后 也不畏惧别人的目光 不畏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 鼓励 既不主张惩罚教育 也不认可包括表扬在内的 教灌教育的阿德勒 说了下面的话 几乎可以说 是富有神圣义务的教师 最神圣的工作 就是努力让孩子在学校 不被挫伤勇气 并且让那些入学前 已经被挫伤勇气的孩子 通过学校和教师 重新找回自信 这种帮孩子找回自信的做法 成为鼓励 倘若不帮助孩子 树立面对课题的自信 他们就会变成 根本不愿意去 致力于课题的孩子 并且 这些应该面对的课题 很多都与人际关系有关 因此呢 需要帮助孩子认识到 他者不是敌人 而是同伴 显然 通过惩罚 无法实现这一目的 另外 教灌也只会让孩子 变得固执 自恋 因此 代替一味的惩罚 阿德勒说在 限定合理范围的基础上 教导孩子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其从精力中学习 另外 能够代替 教灌教育的 是阿德勒提倡的 鼓励教育 阿德勒说 鼓励在教育中最重要 困难并非无法克服的障碍 而是需要去面对 和征服的课题 鼓励就意味着 帮助孩子树立 能够面对这种困难的自信 鼓励如果借助前面的引文 也可以做如下解释 父母的课题 就是引导孩子 尽可能地为人生做好准备 以便他们能够独立完成 自己的事情 没有被教导过 要直灭困难的孩子 也许就会试图避开 所有困难 这将大大缩小 孩子的活动范围 如果被鼓励 并被授以自立的方法 这个少年就可能被治愈 为此 孩子必须获得能够 自己独立完成工作的机会 如此一来呢 就能够树立 可以完成的自信 不可以妨碍孩子 去面对困难 以及完成自己的工作 要帮助孩子 成为即使面对困难 也不会丧失勇气的人 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 学习新东西 只会是一种喜悦 虽然学习需要努力 但不畏惧困难的孩子 绝不会厌恶努力和忍耐 被教灌的孩子 往往害怕自立 与此相对 被鼓励的孩子 不会认为自立是一种困难 也不会畏惧失败 他们会认为 自己获得了达成与贡献的机会 正是由于认为 自己能做到 所以才能做到 侏罗基公园的作者 迈克尔克莱顿 九岁起便踏出了 作为作家的一步 在医学院上学时 父亲不为其支付学费 于是呢 他便下定决心 用稿费来供自己上学 这成了作家 迈克尔克莱顿 诞生的决定性因素 此前 作为记者编辑的父亲 也给克莱顿 各种各样的刺激 14岁时 迈克尔克莱顿便靠给 纽约时报 写旅行日志 获得了稿费 去看亚利桑那州的 日落火山口 国家纪念碑的时候 他感叹说 也许大部分游客 都不知道 那个地方的美妙 有趣 于是呢 父母便建议他 将这些感触写下来 投稿给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可我还是个孩子呀 那没有必要对任何人说呀 克莱顿看着父亲的脸 父亲说道 在要来旅游管理事务所的资料后 去采访那里的员工吧 于是呢 让家人在烈日下等着 再想好要问的问题后 克莱顿就去采访那里的员工了 克莱顿这么说道 看上去我的父母 似乎认为年仅14岁的儿子 能够胜任那项工作 我因此受到了鼓励 获得了勇气 阿德勒引用诗人维基尔的例子 来说明 给孩子灌输乐观主义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认为自己能做到 所以才能做到 当然 阿德勒此处要讲的 并非精神主义之类的思想 比如 我即使想要跑完全程马拉松 也没有那个基础 但是 阿德勒却道出了孩子 过低评价自己的危险 那样的孩子 往往相信自己已经追不上了 并且 这种想法会成为孩子一生的固定观念 导致其固不自封 不思进去 但实际上呢 孩子并非真的追不上 倘若丢弃固定概念 就能够追上 因此 父母或教师 必须指出那种判断的错误性 儿子在撕碎的时候 制作了一条铁轨 也是塑料的铁路模型 组装后的复杂的轨道 实在是一个精彩作品 母亲看到之后惊叹道 好棒的铁轨呀 你自己做的吗 你都能够制作这么难的东西了呀 但是 儿子对此却回答说 是啊 大人看起来好像很难 但这其实很简单 在这样的对话之后 儿子放弃了制作铁轨 虽然母亲赞叹说 好棒 可能是想要鼓励其 继续制作铁轨 但儿子呢 却因此被削弱了 进一步做下去的积极性 当时我想 孩子也许是因为 不愿被从大人的立场 去评价制作铁轨这件事 但或许在儿子看来 说原本并不认为 其能够做到 却做得很好 这本来就很失礼吧 我认为在前面提到的 与家长一起来 进行咨询的 三岁小女孩看来 等待一个小时 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 正因为大人 坚信其难以做到 才会去表扬 没有打扰大人谈话 一直安静待着的孩子 当然 有些事 孩子无法做到 即便说大人与孩子平等 但也并不是说 两者完全相同 从知识和经验的角度看 还是大人更丰富 双方能够承担的 责任大小也不一样 但是即便如此 孩子的能力 还是会超出大人的想象 因为被说你不行 便认为实际就是那样的孩子 会形成阿德勒所讲的 影响其一生的固定观念 阿德勒通过引用 自身学数学的势力 来说明 才能并不取决于遗传 孩子完全可以消除 自我设限 有一次 老师面对看上去 难以解答的问题发愁 那时 只有阿德勒知道答案 由于这次成功 阿德勒对数学的感觉 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那之后 他开始喜欢学数学 并寻找一切机会 去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基于这个经历 阿德勒说他 明白了特殊才能 或先天能力之类的说法 是错误的 结合以上事例 我们也就能够很好地理解 不认可才能 或遗传影响的阿德勒 开始主张 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了 但是呢 阿德勒的这一口号 受到了批判 于是 阿德勒亲自辩护说 这不可以单单 按照字面意思去解释 该口号的目的 仅仅是想要在 与有问题的孩子们 打交道时 与教育者和治疗者之间 植入乐观主义精神 倘若想一想 自我设限的弊病 就能够很好地理解 阿德勒主张 任何人 都可以做任何事的用意了 不擅长数学的女儿 亚历山德拉 曾得到了父亲阿德勒 下面这样的教导 有一次呢 亚历山德拉没有参加考试 便跑回了家 阿德勒对他说 怎么了 你真的认为这种 谁都能够做到的简单事情 自己就做不到嘛 去尝试的话 就一定能够做到 之后呢 亚历山德拉 在很短的时间内 便将数学成绩 提升到了第一名 对被浇灌孩子的鼓励 阿德勒为坚信自己 什么都做不到的 11岁少年 进行了这样的心理辅导 阿德勒说 你学过游泳吗 嗯 学过 你还记得刚开始 学游泳时的辛苦吗 我想 你一定花了很多时间 才练得能够像现在这样游泳吧 什么事情啊 一开始做都很难 但是 坚持一段时间的话 就能够做好了 因为你能够学会游泳 所以 读书 计算之类的事情 肯定也能够学会 可是呢 这需要你专心致志 坚持不懈 不可以期待什么事情 都有母亲来为你做 也不能因为别人 会比你做得好 而心怀顾虑呀 不可以期待什么事情 都有母亲来为你做 这就是对被浇灌孩子的鼓励 不剥夺贡献的机会 并不仅仅限于孩子 父母也不可以替孩子 做孩子自己能够做到 或者必须去做的事情 假设有一个三岁的女孩 开始为玩偶缝制帽子 看到这种情形 大人如果夸帽子好看 并提出 如何可以做得更好的建议 小姑娘就会受到鼓励 或许还会更加努力地 去钻研缝纫技术 但是与此相对 倘若大人说 快放下针 你会受伤的 你没有必要缝什么帽子 等着我出去给你买一顶 更漂亮的回来 他或许就会放弃努力 这其中的差异 显而易见 此外呢 我们也需要关怀 担心自己 可能已经不被需要的老人 那样的老人 可能会成为对孩子 言听计从的温顺老人 对孩子过分纵容 或者也可能会成为 满腹牢骚的批判家 阿德勒说 老人感觉被丢在一旁 是很可怜的事情 并主张 即使是六十七十 或者八十岁的人 也不可以劝其辞掉工作 如果是现在 即便是更加高龄的人 也不可以剥夺其工作机会吧 贡献感 像这样 不去剥夺其贡献的机会 就育儿教育来讲的话 那就是让其获得贡献感 要对孩子说谢谢 多亏有你帮忙之类的话 并不是希望借此 让其在其他机会中 采取妥当行为 而是希望孩子 可以通过 获得一种 自己能够发挥作用的贡献感 而感到自己 具有贡献能力 继而悦纳 那样的自己 引导孩子 视他人为同伴 那么 母亲如何帮助孩子 也能视自己以外的人 为同伴呢 如前所述 教惯孩子的母亲 往往不愿意让孩子 去关注自己之外的人 孩子要学会关心他人 需要去贡献 但若其贡献的对象 原本就只有母亲自己 并且还认为 他者对自己来说 不是同伴 而是敌人的话 或许 就会不愿去贡献吧 并且 身处残酷的外面世界的 被浇灌的孩子 甚至会认为 遭到了母亲的背叛 不仅仅是母亲 在新的世界里 人们不会顺从自己 其他人不会满足 自己的期待 因此便会觉得 宛若身处敌国 倘若因为某些事 去惩罚这样的孩子 那只会强化其认为的 所有人都是敌人的想法 被浇灌的孩子 一般不懂得 通过做一些 对他人有用的事 来获得认可 与这样的孩子打交道时 表扬或许也是一个问题 母亲如果只会关注 孩子令自己高兴的时刻 孩子就不会去关心 母亲以外的他人 因为这样的孩子 做出的往往都是 为了令母亲高兴的行为 因此 为了让孩子懂得 关心他人 父母需要去关注 孩子的贡献 就像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 可以对孩子说一些 谢谢或多亏有你帮忙之类的话 如此一来 孩子就能学会 对包括母亲自己在内的 他者做出贡献 去关心更多的人 治疗中的鼓励 不仅仅是教育 在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 也必须对其进行鼓励 在阿德勒心理学中 治疗心理教育 就是再教育 如前所述 仅仅除去症状 是不够的 阿德勒说 训练患者 摒弃犹豫不决的态度 并让其理解 自己有面对困难 解决人生课题的能力 这是构筑自信的 唯一方法 如果真的想要 给予帮助 那就应该给人 以勇气和自信 并让其好好理解 自己的错误 借助催眠 也许患者一开始 会去解决困难 但不会改变生活方式 此外 阿德勒还说 仅仅让酒精 依赖症患者 不喝酒 还称不上是妥当治疗 必须弄清 其生活方式 并加以矫正 关心他人 人为什么会患神经症中 阿德勒提出的 抑郁症患者的 间接治疗法之一就是 如果好好思考一下 怎么能够带给他人喜悦的话 两周之后 病情就会好转 这本书中虽然并未详细描写 这部分内容 但在其他著作中 阿德勒对该建议 做了如下阐述 每天都想一想 怎样能够让他人开心 阿德勒问读者 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抑郁症患者满脑子想的都是 怎样能让他人烦恼 答案非常有趣 有人这么说 很简单 因为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当然 那样的事情 我一次也没有做过 大家或许会认为 阿德勒是在开玩笑 但这个如何让他人开心的建议 是有一定用意的 那就是 我想将关心转向他人 治疗就是再教育 这是阿德勒的观点 而教育的目的 就是培养共同体感觉 意思就是 将对自己的关心 转为对他人的关心 如果听到这边 请帮我点个喜欢 也请领域爱上听书 听书学习 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作为同伴对质 阿德勒讲了一个 有关一句话 也不愿说的 综合失调症患者的案例 他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 完全不开口说话 但阿德勒还是继续跟其说话 一个月后 虽然情况依然混乱 且难以理解 但他却开始说话了 我成了他的朋友 他感觉受到了鼓励 但是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地进展下去 阿德勒遭到了这名患者的殴打 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再次被唤起的勇气 因为不怎么有力气 阿德勒只能认起殴打 这一点他并没有预想到 他打破了窗户 用玻璃割伤了手 阿德勒并没有责备他 还为其包扎受伤的手 从这之后呢 他得以康复 某一天 阿德勒在街上遇到了他 他问阿德勒 在这里做什么呢 阿德勒则邀请这位患者 一起到其工作了两年的医院来 在自己为其他患者治疗期间 阿德勒让他以前的主治医生 来陪其说话 当阿德勒回来的时候 那位主治医生说 他已经完全康复了 但有一件不能令人满意的事 就是他不喜欢我 在教育育儿治疗中 最需要的是获得信赖 将对方作为一个人 同伴去对待 阿德勒说 一方面 如果去纵容已经习惯了 被浇灌的患者 那就能比较容易 获得患者的喜爱 但他否定这样的相处方式 另一方面 如果轻视患者 就会招致敌意 纵容和轻视 都不能帮助患者 倘若去掉性的意义 弗洛伊德派所讲的精神转移 其实只不过是一种 共同体感觉 不能以权威者的姿态 将患者置于依赖 与没有责任心的位置 必须对其展示出 作为一个人的关心 听书 带你听更多好书 比它将来有 содерж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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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author